加拿大GAME的青少年 爸妈不在家偷开车出门 回来的时候停不回车库 撞坏300万名车 画面上的保时捷休旅车发出咆哮 油门大交彩还以为是要参加赛车 但其实只是要停进车库 仔细看这辆价值300万的保时捷休旅 右前轮已经严重变形 左边车门完全卡死 车梯只能在坡道上挣扎 还发出惊人的破碎声 一旁的中国大妈拿着扫把 满脸无奈却帮不上忙 最后驾驶终于奋力一搏 他进入了 车室停进去了 但也留下满地残骸 这段画面发生在加拿大 全被邻居拿手机拍了下来 放上网络之后 点阅率不到5天就突破180万 警方还依据这段影片找到当事人 原来当时是一名16岁的青少年吴赵驾驶 趁着妈妈不在家想开车出去玩 这下不但得缴出台币6700多块的罚单 还有少说十几万的维修费 在等着他 三连新闻 中央报道 真的很惨